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这眼下天气暖和了 天气一热呀 有些人身上的汗臭味也不请自来 越来越重 遇到一些场合 那这些人都很难 真是特别尴尬 有人问身上的味道重了起来 这种体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否和前世因果也有关系呢 为什么有些人穿得很干净 身上会发出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气味 无论我们闻上去有多么相近 但其实每个人的味道 还是不同的 和指纹一样 独一无二 鬼来认人 不是来看你的长相的 因为你轮回后 长相会变 时而好看 时而难看 但是你的那种 那种专属的气味是不会变的 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自己的过去的丑甲 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这个气味是只有灵界可以闻到 才可以区分 不是人类鼻子可以闻到的 所以你喷多少香水也是无用的 但是事实上 人类的鼻子也可以闻到一个人身上的体味 这个体味是结合人的肉身及液胀而形成的 有的人身上有一种油乎乎的味道 有的人呢 有种腥臭味 有的人则比较清淡 有的人甚至还带有一种花香 基本上 业障越重的人 体味越重 业障越轻的人 体味越轻 身上的异味是轮回的味道 一 刚从畜生到转来的人 身上一定是很臭的 有的甚至可以闻到 它是哪个动物转来的味道 有些人呢 一个阶段臭 慢慢的又好了 有些时候 是因为给它带来的这个臭味的债主 因果走掉了 还清了 人就干净了 不臭了 当然 也有人是因为动了手术 你动了除臭的手术 虽然从表面来说 那个人类可以闻到的味道是去除了 但实际上 你人为的破坏了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灵界 你的味道却仍旧闻得清清楚楚 而且呀 动手术去臭的方式 大多是破坏汗腺 会阻碍人体的正常排毒 会使毒素积聚体内不能排除 这就是未来癌症的隐患 二 体味很大的人 基本上不是刚从动物转上来没太久 就是身上背负比较重的沙叶 某个或者某一批债主 正在它身上 这个味道并不是我在开头所讲的 一个人的标识性味道 这个味道它会改变 这个呀 其实是因果的味道 三 有些人身上有很重的香烟味 这也是对一个人来说很不好的磁场 它会招惹生病的磁场 就好似每天 你都在向世界中的病毒呼喊 来吧 我要生病 请给我生病吧 于是你的磁场中 就会积聚越来越多的病气 四 有些人身上的血腥味 排除这个人当下 确实是在出血的情况下 一般比较可能 是因为这个人有沙叶 债主已经知道他 并且开始索命了 五 有些人身上有狐臭味 基本上 这个人从动物道刚转上来没太久 而且前世很有可能是狐狸 或者其他犬科类动物 当然 也有少量人是因为当下身上 就是附着着这类动物灵 不管如何 这类人的欲望通常会比较强 不一定他什么都要 但是一定会在某方面 有特别执着的地方 六 有些人身上有骚臭味 好似刚从鸡窝猪圈里 爬出来的味道 这种人好多都是刚从猪 或者其他刺等哺乳动物转上来 这类人会比较贪 或者比较暴躁 目光也比较短浅 七 有些人身上有腥臭味 排除这个人确实是从事捕鱼业之类的工作 很可能是因为刚从蛇 蜥蜴类的动物转上来 没有很多事 这类人内心会比较自我 相对自私一些 当然 我这里只是举例 没有绝对一说 因为在轮回中 因果和因果之间的碰撞太复杂了 其实还有很多人身上有香味 不是脂粉的味道 而是天然的香味 有的如花一般清香 有的浓烈一些 有的淡然一些 这也是一种记号 这样的人若不是大修行者 就是刚从天道转世下来不久 所以还保持着天人的香味 但如果不好好修行 几次轮回之后 业障就会使这种香味散去 关于身上的异味啊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好的 这一点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大家知道如何去除身上的异味吗 想要去除身上的异味 其实有三类方法 第一类 也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 那就是念经持咒去回向 消除业障 平衡自己身体有异味的因果 只要功德与业障一平衡 异味就会自己消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异味本身就是业障的一种形式 业障得到了平衡 这种外向自然也就跟着消失了 第二类方法 就是使用破坏天香水 大杯水与甘露丸 这破坏天香水中有特殊的天香 能够破血与晦气 而大杯水甘露丸 都是清净我们身体非常珍贵的宝贝 服用久久 自然就能有所改善 但这个方法 其实也是用外在的一些法门与宝贝 来帮助我们消除业障 破除晦气 最好还是配合念经持咒去回向 两者相辅相成 自然功力加倍 第三类方法 积功德消业障 例如戒杀放生 诸罪孽中杀孽最重 戒杀放生消杀业 曾有过堕胎 伤害动物等造下杀业的师兄们 可以用放生 吃素 戒杀的方法 消除杀业重罪 偿还命债 在戒杀放生的过程中 最大受益者 还是自己本身 因为在这种行为中 我们不仅偿还了素室的杀债 更为自己无形中创造了无数的福德姻缘 又如戒斜剑 斜剑会摧毁所有战法种子的力量 凡贪色淫乱者 必遭祸殃 而且这种祸殃来得非常迅速 斜银之果爆极惨烈 现实极竟敢倒霉 运气差 耗钱财 被人欺负 卑贱 家庭不和 婚姻不顺 工作不顺 精神恍惚 自卑恐惧 乃至恶极死亡 等等苦恶之命运 所以啊 一定要尽早戒除邪淫 还有一个就是行善布施 太上栋玄陵宝叶报因缘经之布施品云 布施有三等 功德无量 仁天德大利益 不可思议 一者施法 二者施身 三者施财 广行善能积累莫大福报 注印经书也是一种积累功德 消除业障的好方法 你布施出去的任何东西 终将成倍地回报到你身上 此功德不仅能化解体内的冤亲债主 更有利于家人 福慧随身 慢慢地 身上业障清掉一批又一批 内在的味道就会越来越轻 甚至会慢慢出现花香 天香 禅香 这种味道先是灵界闻到 再慢慢地 连你身边的人也会闻到 当然 若是身边的人业障很重 他就会无法闻到你这种修行的好味道 他只能闻到你喷香水的味道了 修行的味道 其实不是靠鼻子闻的 而是靠一个人的感应去闻到的 这种闻是很特殊的 你有在好好修行 慢慢就会感受到你身边人身上的味道 到底是业障的味道 还是修行功德的味道 你会很清楚 总而言之 无论你身上是哪种味道 只要你不停积累功德 那这些气味也就会清掉一批又一批 慢慢就会出现花香 天香和禅香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僧人的身上 连骨头和肌肤 都是清香的原因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